小朋友专心注意玩着游戏 这是透过Keyboard机宝机器人 Squatch Jr.平板上拖曳着积木图像 完成的城市设计游戏 在进入3C世代后 孩子们的玩具也和从前大不相同 黄志雄和洪家军联合服务处 举办Keyboard机器猫闯天关亲子体验营活动 透过AI城市语言要带领亲子们 共学城市设计的游戏 这个课堂最好的就是能够 让小朋友做他们想要做的东西 接触他们没有接触过的东西 然后对他们有所成长 小孩子可以动动脑 然后他们就是体验看看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又可以手做 跟一般你在家里看电视 或是说户外又有不一样的选择 让孩子能够在及早时刻去接受 所谓什么叫做城市教育 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去使用相关的所谓AI 相关的这种科技所衍生的游戏 那我觉得让他们在视野上面 或者脑筋的这个转动上面 或许会有新的一种改变 科技年代AI城市语言发展 已经超过我们的想象空间 而迎接未来的智能生活 培养孩子们的逻辑思考能力 就从城市设计的相关游戏开始 新北市议员洪家军和新北市副市长 谢震达一致表示 未来科技无法打 让孩子从游戏中循序渐进 透过手作 因为它会有一些劳作的区块 也可以让孩子动手操作 在第二个 其实大家都知道AI人工科技 所以它其实这里头不是只有手作 还有就是它的一个指令 城市语言在里头 Keebo的一个机器猫的一个活动 它就是让我们的小朋友 从很小的时候就 透过不是荧幕啦 不是电脑荧幕啊 不插电的一个城市设计的一个概念 然后让他们去从手动的一个过程中 去开始熟悉城市语言 Keebo机器猫闯天关 亲子体验音活动报名踊跃 相当受到亲子们的欢迎 成长的阶段需要很多玩的游戏 陪伴的孩子 和爸爸妈妈一起进入科技世代 培养更多的学习能力 记者林立如刘安静 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